好来 我们来看一下 113年 也就是今年第一次的这个医师国考 解剖学的部分 那我们看一下解剖学呢 我们说广义的解剖学 包含我们这四个科目 那这四个科目总共占了46分 大概就是我们基础医学医的 大概快一半的分数 那这46分里面呢 神经解剖学占了5分 它的题目是第1到第5题 然后第6到第31题是大体解剖学 占了26分 胚胎学呢 在32到36题 占了5分 最后呢37到46题是组织学 占了10分 那它这个整个的配分 跟我们前几年 都一样 基本上没有改变 没有改变 那今年的题目 整体来说 今年的题目算 偏简单 偏简单 各位只要把我上课的讲义念手 还有内容呢 这一个看守 其实 要通过这一次的国考 至少在解剖学这46分里面 原则上你要拿到八九成的分数 应该不会太困难 因为大概 九成的 题目 在我们的讲义上面都有 那剩下的题目呢 有一些 其实你就是不用念 你用一些基本的概念来想 大概也可以勉勉强强 猜得对 或者是二选一这样子 所以基本上呢这个 内容 不会太困难 尤其像是 神经解剖学 跟胚胎学 即便这两个科目 即便这两个科目你都没有念 你都没有念 但是你在大体解剖学里面的观念呢 很不错 其实 这两科里面呢 有好几题 其实你用大体解剖学的观念来作答 其实就会了 就会了 所以 基本上呢 就 我觉得我个人认为了 这一次的题目算是 偏友善 就是比较 简单一点 那 也希望各位同学能够顺利通过 如果说 没有通过呢 也没有关系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等一下来媒体来看一下 这一个 他的这一个内容 我们跟 同学稍微提醒一下 譬如说在我们的讲义上 或者是说要注意哪些地方 如果你需要到 7月再考一次的话 你要特别注意哪里 好 来 我们来看这第一题 他问你说 角膜 受到刺激会引发角膜反射 下类盒者是主要参与的神经盒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角膜的反射 所谓的角膜的反射呢 是 东西碰触到我们的角膜 然后呢 我们的眼睛会闭起来 这个整个 作用叫做角膜反射 所以他牵涉到 一个接收端 也就是角膜的感觉 要接收感觉 另外一个呢 就是眼睛要闭起来 那这个眼睛闭起来 当然就是 这个 Opicularis Oculi 眼轮扎机这个 颜面表情机要收缩 那我们都知道颜面表情机 是由 Facial Nerd来支配的 这是最基本要知道的 所以这里面呢 一定有颜面表情机 一定有我们的 颜面神经 参与其中 好 那 角膜的感觉 角膜的感觉呢 其实是由 第五对脑神经 Trigeminal Nerve的 第一条分支 叫Osamic Nerve 来负责 如果你要记得更细 我们的讲义上呢 上面有写 是由 五一的 Nasal Celerine Nerve 分支出来的 Long Celerine Nerve 来接收的 好 那这个感觉呢 就会送回到 Trigeminal Sensory Nucleus 那这种感觉 一般的这种触觉呢 是送回到 这边所提到的 Spinal Trigeminal Nucleus 然后再经由 Spinal Trigeminal Nucleus 经由一个连结 连到 Facial Motor Nucleus 这个Facial Motor Nucleus 就是要支配颜面表情机的 所以呢 会 有这两个 Nucleus 参与其中 好所以呢 答案 是 B 这是 列在神经解剖学里面 但是你只要有基本的 大体解剖学的概念 基本上 这一题应该也可以做 答对了 第二题呢 他问你下列何者 主要位在大脑半球的内侧面 他的周围呢 是初级视觉皮质 好 那这个 Primary的Visual Cortex 我们强调过很多次 在往年的 这一个国考里面呢 这个 Primary Visual Cortex 也就是 Blomens Area 第17区 已经考过非常多次了 所以 这一区呢 我们要你特别注意 你从外表面来看呢 你可以看到 他是在我们的整页 的 最后面 从外面看起来好像只有这一点点 可是如果你把他从内面来看 你就可以看到呢 他其实是一个 狭长的 这个好像带状这样子的一个 Cortex Cortex 那他的中间呢 会有一条沟叫做 Calculin sulcus Calculin sulcus 所以呢 他这个地方 周围 哪一条沟的周围是初级视觉皮质 就是这一个沟 他的周围两边也是初级视觉皮质 所以答案呢 是 C 虽然他也是神经解剖学的题目 但是我们在大体解剖学的时候 一开始讲到 脑的结构的各个 重要的区域呢 就有一直跟各位强调 你要去背这些地方 第三题 也是神经解剖学的题目 他问你下世秋 得哪两个神经合 神经纤维进到脑下线的后叶 释放激素 好 我们的 虽然这个看起来这是神经解剖学的题目 我们在神经解剖学的讲义里面有提到 Hypothalamus有非常多的神经合 当然不只有这些 我只是举例而已 那其中呢 这一个 Paraventricular nucleus 跟Supra optic nucleus 它呢 是我们的脑下线后叶的 两个神经合 对不起 这两个神经合位在 这一个 Hypothalamus 然后呢 他们所分泌的激素会去刺激 调控 Peteutal gland posterior lobe 就是这个题目所讲的 所以这个答案是 其实 这两个神经合 就算你都没有念过神经解剖学 我相信各位在基础的 生理学 甚至呢在我们 大一的生物学 其实 都有特别强调这两个神经合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题目其实是送分题 看起来是神经解剖学 但其实是送分题 那 也许 你要稍微再注意一下 他这边所提出来的 像这个 Supraciasmatic nucleus 有没有 四交叉上面那个核 我们这讲义上面都有写 他是跟我们生理时钟的调节有关 譬如说他现在这边所提到的 Posterior nucleus 跟交感有关 尤其是这个 四交叉上核 跟生理有关 这个各位最好 如果你真的需要考下一次的话 最好还是记一下 好 第四题呢 他考Spinal Core 他问你下列关于 脊髓灰值的叙述何者最不恰当 那我们的脊髓灰值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跟各位提到 脊髓灰值 由背面往腹侧面 分成10层 但各位不需要去详细记这10层 我们有跟各位讲 你要记的是 Dosol Hone Ventral Hone 还有中间地带 各有哪些重要的神经核 在我们的这个讲义的这个表格里面 好 那其中呢 第1个呢 他提到的这一个 Substantial Gelatinosa 位在这里 这一个 这个 所以他位在背角没有错嘛 Dosol Hone 然后呢 他接收的这个感觉讯息进来之后 会交叉到对侧形成 Spinal Salamic tract 所以 A是正确的 A是正确的 B呢 这个Nucleus Dosalis or Clarcus 在这里 在这里 看起来 你会觉得他好像是位在 Dosol Hone 对不对 其实他是位在 Intermediate Great Matter 所以这个 B这个选项 错在这里 错在位置 但他跟小脑脊髓入境有关是正确的 因为他会发出Dosol Spinal Celibular Tracks 到同侧的这一个小脑 好 所以呢 选项呢 这个B是错的 那 再来呢 大型的运动神经核 在这个地方 在Ventral Hone 位于前脚 所谓的 前脚 Antiliate Hone 就是Ventral Hone 这个我们在上课有特别强调 支配一般的骨骼肌 这是正确的 好 交感的结前神经元呢 在这里 位在Intermediate Gray Matter 这个地方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有特别强调 这一个 从T1到L2 这一段的Spinal Core 在 外侧这个地方呢 有一群细胞会组成 Intermediate Cell Cullum 这个就是交感的结前神经元所在的地方 所以 选项D呢 也是正确的 所以这个 题目呢 错的是B 那你要把 对的ACD呢 把它理解好 把它记下来 再来这一题呢 Tempening Membrane的体感觉 有下列哪些神经支配 总共有 5条神经 我们来看一下Tempening Membrane在哪里呢 在这里 在我们的 外听道 跟 这一个 中耳 外耳跟中耳交界这个地方 他的神经支配 分成 从内面 也就是从中耳这个地方来的 从Tempening Membrane的内面来支配 还有从Tempening Membrane的外面来支配 从外面来当然就是从我们的外听道过来嘛 好 那从内面过来呢 其实是第九对脑神经的 其中有一条分支叫Tempening Membrane 这一条Tempening Membrane 进来中耳以后会在这个Promontory这个地方形成神经虫 形成Tempening Plexus 好 那这个神经虫呢会要发出 好几条分支 其中有一条呢 我们之前在讲 腹胶杆的 这一个线体的支配的时候 会提到这一条 Laser Pactrosonel 要到我们的这个Promontoryglam 去的这一条 腹胶杆的 神经 那 另外有一条呢 他就会过来支配Tempening Membrane 的内侧面 所以 第九对脑神经呢 第九对脑神经呢 这里 有来支配Tempening Membrane 所以呢 如果你从这样子看 A可以先去掉了 A可以先去掉了 好 再来呢 从外面过来的 从外听道过来支配的呢 其实是 支配我们头部的那一些 脑神经 支配我们头部的脑神经呢 有我们的第五对第七对跟第十对 第五对第七对跟第十对呢 他们都有 尤其是第七对跟第十对 他们都有少数的纤维 很少量的纤维会来支配我们的 耳壳 附近 还有呢 外听道 这些感觉呢 是由第五第 七跟第十 的分支来的 所以呢他们就会进到 这一个 Tempening Membrane 的外侧面来支配他 所以总共有四条 脑神经 来支配Tempening Membrane 所以答案呢是 D1245 除了 Vestibular Cochlear Neurve 没有以外 啊其实这个题目 正规来分析 应该是这样子啦 但如果呢你都不知道这些 其实 也可以很简单的判断的出来 因为呢这一条 Vestibular Cochlear Neurve 是我们的第八对脑神经 第八对脑神经呢是进到我们的这个 内耳 他就停在内耳了 停在内耳支配内耳的三个半规管 还有内耳的那个 Coclear 耳瓜 所以他才 还有前停 所以他才叫做Vestibular Cochlear Neurve 所以他停在内耳 他不会到中耳来 所以他不可能来支配这个 Tempening Membrane 所以 你只要把三 去掉以后 答案就出来了 就只有D可以选 这个是比较 投机的方式就是 用这样子来选 这个答案 好 再来 他问你呢有关 Supraclavicular Neurve的描述 何者正确 Supraclavicular Neurve在这里 在我们的这一个颈部的 外侧面 然后呢分支很多 甚至会到胸部的上面这边来 所以他是从 Cervical Plexus分出来的 所以A是错的 不是Plexus 然后 B呢支配喉部前方 喉部前方是在这里 他没有 分支来支配这里 所以B也是错的 支配肩膀的皮肤有没有 最下面这个地方 有支配到肩膀的皮肤 D呢你要特别注意 D当然也是错的啦 他没有支配这一个 Platissima Muscle 而且我们一直强调 这个Platissima Muscle 你要特别注意 因为 因为Platissima Muscle 就位在 颈部这个地方跟 跟这里 跟稍微上胸部这个地方 那个位置 看起来好像就是 Supraclavicular Neurve分布的地方 所以有些学生呢 有些同学呢 就会误以为 是他 Supraclavicular Neurve 来支配Platissima 不是 因为这个 Platissima是 我们颜面表情基的其中一条 所以他是由 Facial Neurve的最下面那一条分支 叫做Cervical Branch 来支配的 所以 错的地方 你也要知道错在哪里 这是这一题 答案是C正确的 再来 这一题 烤头皮 坦白说啦 这一题烤得有一点 细啦 因为这个 头皮其实真的有那么重要吗 重要性吗 还好以前 以前大概很少烤过头皮 那今年考出来 我们来看 我们讲义上也有 我们说这个头皮 分成五层嘛 对不对 那这五层的 这个英文 英文的名称 第一个字组合起来 刚好就是头皮 英文字 刚好就是头皮这个英文字 然后呢 我们看一下选项 他说头皮 头顶的头皮 里面没有淋巴解 这是正确的 这是正确的 假设你不知道啦 假设你不知道这是正确的 我们继续往下看 支配头皮的动脉走在 epicranium aponeurosis 跟pericranium之间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 五层 Aponeurosis 在第三层 有没有 pericranium就是最里面 贴着头骨外表面的那一层 所以位在这两层之间的 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区域叫做danger room danger area 其实是danger area 并不是 这一个我们的血液 供应 并不是我们的这一个血液供应的这个动脉所走的地方 所以呢 这个也是错的 也是错的 这个本身就是选错的啦 所以b是错的 然后c 头皮容许一个程度的自由移动 就是在这一层里面 在第四层里面的头皮 因为有节地组织 所以他可以移动 然后 第一呢 整小神经参与耳朵后面部分头皮感觉的讯息传送 这也是正确的 好 这个头皮你要特别注意喔 他今年没有考 你要特别注意 这一层 也就是 从外面数进来第四层 这一层里面呢 是感染很容易 散步的区域叫danger area 位在第四层 这个你要注意喔 如果以后有考出来 也许他就会换一个地方考 好 所以呢 答案呢 错的是b 所以来回到这个a 头皮内 头顶的头皮内没有淋巴结 这是正确的 再来 下类合者部由asmoibong组成 其实这个题目 在我还没有分析之前 我们不看图 不看这个讲义来看 其实这一个题目呢 基本上也是一个很基本的 送分题 很基本的送分题 因为呢 我们在讲头骨的组成的时候 讲cranial bone跟facial bone 对不对 facial bone里面呢 我们有特别提到这个下笔甲 是单独的骨头 他不是 他不是cranial bone 或者是facial bone里面 某一块骨头 附属的 不是 他是自己一块骨头 所以他问你呢 下类合者不是由筛骨组成 那当然就是选c 当然要选c 只是说呢 我们来这里 刚好利用这个题目呢 我们稍微来复习一下 所谓的asmoibong的组成 这一块骨头呢 其实很复杂 其实很复杂 那原则上他大概有三个部分来构成 第一个部分是他中间的部分 中间的部分 那这个中间的部分呢 他呢 上面这里 上面这里呢 就是我们的anterior cranial fossa的下面 正中间 最前面这个地方呢 有一个构造叫做 Crystal galli 叫做Crystal galli 这个就是我们大脑链所附着的地方 Crystal galli的两侧呢 叫做Crystal galli Crystal galli的两侧呢 上面有很多洞就是让 第一对脑神经 从鼻腔 穿上来的 然后从这个 从这个Crystal galli往下延伸的这一块骨头呢 叫做Perpendicular galli 垂直板 构成 构成我们鼻中隔的一部分 所以呢你看喔 他这里呢 选项第一鼻中隔 Natal septum 是不是 是不是构成 Esmoid bone 其实是 那上鼻甲跟中鼻甲在哪里呢 在 Esmoid bone的两侧 Esmoid bone的两侧呢 这个构造呢叫做他的迷路 Labyrinth Labyrinth Labyrinth里面呢 就有 所谓的Esmoidal sinus 那在整个迷路的内侧 这里呢就会有 上笔甲 跟中笔甲 Superior conca跟 Middle conca 所以Superior跟Middle conca都是属于Esmoid bone的 好所以这个题目呢 选 不是 没有 不由Esmoid bone组成的是下笔甲 其实这个题目啦 如果你真的要去argue 其实D呢 也可以选 为什么 因为 鼻中隔呢 其实是由三个部分组成的 一个部分呢 确实是Esmoid bone的Perpenticular plane 对不对 再来另外一个部分是在他下后方这个地方呢 有另外一块单独的骨头叫做Volm 除骨 叫鲤骨 正前方这里呢 也就是从这个缺角往前这个地方呢 是我们的鼻软骨 是鼻软骨 所以鼻中隔其实是由这三个部分 所构成的 那你说 下列合者不由腮骨组成 鼻中隔里面的 这个Volm跟鼻软骨 确实不是由Esmoid bone组成啦 各位了解我的意思吗 所以如果我们要认真argue的话 其实这个题目呢 C跟D呢都是对的 都可以选啦 不是都对 这个答案呢 选C跟选D 其实应该都要给分 那我们不知道 这一个 之后 考选部会怎么样子 来 决定啦 再来 下列合者位在Posteriocranial Fossa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 Posteriocranial Fossa在哪里 来我们在 讲这一个 头骨的时候呢 我们说头骨的 底部 Cranial Base呢 分成三个Fossa 在 Laser Wind 之前 这个地方呢叫做Anterior Cranial Fossa Anterior Cranial Fossa 这个Anterior Cranial Fossa的正中间 这里 这个地方就是 Crystal Gailey 就我们刚才讲的 Asmoid Bone的 凸起来那一根 在Laser Wind 跟这个Petro's Bone 的 最高点 这个地方 融起来的这个地方 之间呢 这个叫做 Middle Cranial Fossa Middle Cranial Fossa 好 那 这个Petro's Bone 最高点的 后面 这个地方呢叫做 Posteriocranial Fossa 那他现在考的就是 Posteriocranial Fossa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几个选项 第1个呢 Folament Thicum 这个孔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比较没有去强调他 这个孔在哪里呢 在Crystal Gailey的正后方 一个很小的孔 一个很小的孔 在这里 所以他其实是位在Anterior Cranial Fossa 好 RQA Eminence 这个构造 我们也 没有去提过他 因为这个其实 头骨如果你真的要每一个构造都去讲 那个 要花非常多的时间 所以 这个 其实没有那么重要的 这个构造 我们没有去提到他 认真说起来他在哪里呢 他在我们的Middle Cranial Fossa 在Petro's Bone 最高点的 后面 往下这个地方 大概在这个地方 会有一个隆起 他是我们那个 三个半规管里面其中一个半规管 往上 往上 所造成的 这个隆起 所以他是在 Middle Cranial Fossa 如果你对于 A跟B这两个构造位在哪里都不清楚 其实也不会妨碍你来做这个题目 为什么呢 来我们看一下 C这个选项 Groove for Sigmoid Sinus Sigmoid Sinus就位在这里 位在这个地方 他最后呢 这个Sigmoid Sinus里面 这个Groove里面 走着 Sigmoid Sinus 然后这个Sigmoid Sinus 到Jugular Foreman之后 他就会延续形成我们的 内颈静脉嘛 Internal Jugular Vain 所以他是 他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是哪里呢 是 Pectro's Bone的这个 最高点的后面 所以是在Posterior Cranial Fossa里面 没有错 所以呢 答案是C 至于D这个地方呢 Posterior Clinoid Process在哪里呢 其实我们在上课的时候讲到蝶骨的时候 我们有跟各位强调这个蝶骨的蝶骨体 他的Body呢 的范围 是由前面这两个 也就是Laser Wind的这两个图体叫Anterior Clinoid Process 跟这一个 地方 这一个叫做他的Docent Selem Docent Selem的两边 也有Posterior Clinoid Process在两边这个地方 那这围起来的这个地方呢 其实就是我们的蝶骨体 所在的地方 所以Posterior Clinoid Process位在这里 其实你要说他属于 Cranial Fossa吗 其实都不是 他是属于蝶骨体的一部分 蝶骨体的一部分 好 所以这一题呢 答案是C 虽然选项A跟B 很不熟 但是其实 不会太困难 好 下列何者是防止TM Joint TMJ 向后方脱臼最重要的构造 好 那我们在上课的时候呢 有特别强调 这一个TMJ的 组成 然后他的 他的这一个 关节囊 就是这个Fibroscapsule的外面呢 还会有 一个韧带 来强化他 这个韧带呢 就是这边所写的 Temporal Mandibular Ligament TM Ligament 另外一个名称呢叫做 Lateral Ligament Lateral Ligament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Lateral Ligament呢 是由 Zygomatic Process 往 Mandible的这个Neck 这样子走 所以呢 当我们的这个 这个Mandible 要往后脱臼的时候呢 其实就会被他 拉住 会被他拉住 所以呢这一题的答案呢 是A 那 这个 这一个选项呢 Stylon Mandibular Ligament 在这里 就在这个地方 从Stylonal Process 到Mandible的Angle 这个地方 他基本上跟我们的往后脱臼 没有什么关系 没有什么关系 另外的这两条呢 是咀嚼肌 这咀嚼肌 那Medial Terrigoi Muscle呢 是 Insertion在 Angle 但是在内面 内面这个地方 Datero Terrigoi Muscle呢 是横向走的 有Insertion在我们的这个 TM Joint 但是他跟脱臼呢 基本上也没有关系 他只是附着在我们的 这个肩关 这一个TM Joint 可以 造成TM Joint 的一些运动而已 跟脱臼 的防止 其实是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A 再来 考胸部 他问你下列何者负责传递靠近肋骨处的 B层胸膜 Pareto Plura 的感觉讯息 好 我们在讲 Pareto Plura的时候呢 来有帮你整理了 这一个他的神经支配跟血液供应 现在来考的是神经支配 你看 Pareto Plura 基本上Pareto Plura 他的神经支配有两条 如果 这一个Pareto Plura呢 是位在比较靠中间的 位在比较靠中间下面的 也就是位在 这一个 Midia Steinen 这个地方 的Pareto Plura 或者是位在 Diaphron 中间 Diaphron的中央的 这个Pareto Plura 他基本上是 Freninckner支配的 基本上是 Freninckner支配的 如果是 从这个Midia Steinen 往外 往外 也就是他这边 这个题目所考的 靠近肋骨 靠近肋骨的地方 的这一些 Pareto Plura 其实是 Intercostal 支配的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是A 你可以看到 这里他还有提到交感跟副交感 你可以看到 交感 会去支配Visual Plura 会支配Visual Plura 那副交感 作用不知道 作用不知道 所以这个大概稍微再注意一下 接下来的这一题 也用到了我们讲义上面 所 写的这个部分 他问你 支气管动脉的叙述何者错误 A A就错了 他说通常主干是由左侧 第二热肩动脉出来的 其实我们在 讲义上面有告诉你 支气管动脉 他其实是从 胸主动脉直接发出来的 不是从热肩动脉发出来的 所以A是错的 B 供应协议给部分的肺脏组织 支气管本身 这个是 正确的 然后也有一些 虽然他叫支气管动脉 有一些也会跑到死道去 D这个部分 供应协议给部分的凶膜 各位有没有看到 协议供应 上层 Visual Plura 是来自支气管动脉 所以他会供应给部分的凶膜 没错 脏层的凶膜 喔 好 再来 腹部 Deep Ingrino Rhin 位于下列核构造 其实这个题目都算简单啦 你只要讲义有念 其实都会 那我们来看一下 Deep Ingrino Rhin 其实是 Transversalis Facia 所构成的 Transversalis Facia 从这个图来看 这个图是从我们 我们的 肚子里面 看到那个 我们的 前腹壁 所以这里面呢 是前腹壁的最内面 我站的方向是呢 肚子里面 那你可以看到呢 前腹壁最里面的肌肉 当然是 Transversalis Transversus Abdominus 这一条肌肉 然后这条肌肉的正后方 其实还有一片 这个Fascia 就是所谓的 腹痕肌筋膜 Transversalis Facia 就是这个 Transversalis Facia 他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荧幕正前方 贴在荧幕正前方的这里 那 他的这个地方呢 就会形成Deep Ingrino Rhin 所以Deep Ingrino Rhin 是Transversalis Facia 裂开所形成的 对不起 Transversalis Transversalis Facia 等一下喔 腹痕肌筋 所以 这个写错了 是这一个 答案是A 不是D 不是 不是 这一个呢 这个是负痕肌本身的Aponeurosis 负痕肌本身的前面后面都会有 这一个Aponeurosis 那这一个Transversalis Facia 是自己在负痕肌的后面 单独的一片 Fascia 所以这个 答案把它改成A 再来 胸部心脏的部分 下列何者供应心脏的 AvNode 的血液 来 AvNode 不管是AvNode 还是Sanode 基本上他的血液供应都是来自 幼冠状动脉 幼冠状动脉 所以这一题 其实你只要有被讲义 他也没有什么困难度 再来 这个也是一样 也是算简单的题目 Main Pancreative Doct 跟Bio Doct 共同开口在哪里 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图 Main Pancreative Doct 就是 收集胰胀的 这一个分泌物的 这一条主要的管道 Main 再来呢 Bio Doct 或叫做Common Bio Doct 他其实是Common Hepatid Doct 跟胆囊的 这一个自己的管子 叫做C-C-Duct 汇合起来 叫做Common Bio Doct 或Bio Doct 那Bio Doct跟 Main Pancreative Doct 汇合以后呢 注入 12指肠的这一段 12指肠的这一段是哪一段呢 12指肠 总共分成四段 其实就是他这边所写的这四段 最上面的这一段呢 就是选项A这个Superior Part 然后再来呢 Descending Part Horizontal Part 然后呢 Ascending Part 形成一个C字形 也就是 第一段 第二段 第三段 第四段 或者说我们讲的 Superior Descending Horizontal Ascending 所以他是注入在 Descending Part 这也是基本的概念 再来 下列合者是上肠系膜动脉的分支 Superior Mesentary Artery的分支 我们来看这个图 这个我们在讲义上付给你的图 我们的Abdominal Alta 刚钻出 Diaphragm 之后呢 的第一条大动脉 不是第一条动脉 是第一条比较大的动脉 叫CDA Trunk 这个CDA Trunk呢 他会有一条分支呢 叫要 要到这一个肝脏去的 叫Carmine Hepatitis Dug 除了要到肝脏去以外呢 他还会发出一条叫 Gastro Duodenal Artery 然后Gastro Duodenal Artery 就会分支下来 分成 Superior Pancreatical Duodenal Artery 也就是选项A跟B Superior Pancreatical Duodenal Artery 然后这个Superior呢 又会分成 前面跟后面 前面跟后面 那不管怎么样子 这个Superior Pancreatical Duodenal 不管他是前面还是后面 他都是 CDA Trunk的分支 对不对 都是CDA Trunk的分支 然后呢 下面第二条 Abdominal Artery的第二条主干呢 叫做 Superior Massentary Artery Superior Massentary Artery 他就会发出一条 Inferior Pancreatical Duodenal Artery 一样喔 有前跟后 只是他这里呢 没有特别再像这样子列出来 然后 这个前跟后呢 就分别跟 CDA Trunk的 这个 Superior Pancreatical Duodenal Artery的前跟后 形成 Anastomosis 所以 D这一条呢 是 Superior Massentary Artery的分支 这一条C这个选项呢 Lapcholic Artery的动脉呢 是来自我们的 Inferior Inferior Massentary Artery Inferior Massentary Artery 所以这一题的答案呢 是D 好 再来这一题 可能稍微 对各位来讲 会稍微困难一点 他问你呢 蓝尾的疼痛 主要由下列合者传导 那 问到这个 脏器的疼痛的传导 我们在上课里面呢 有提到这个概念 就是我们的这个 脏器的疼痛的传导 其实呢 要看 他是位在 Pelvic Pain Line 以上还是以下 他的传导的路线不一样 所谓的Pelvic Pain Line呢 就是 看看他有没有被附膜所覆盖 只要被附膜盖着 我不管他有没有被附膜整个包起来 变成 Intra Pelitone Organ 或者是 Extra Pelitone Organ 都不管 只要有Touch到附膜 我们就说这个器官呢 是在Pelvic Pain Line 以上 那 只要是在Pelvic Pain Line 以上呢 他的痛觉 就会跟着交感走 所以你要先有这个概念 好 然后再来 我们再来看喔 蓝尾本身有没有被附膜覆盖 有嘛 因为他自己有一片附膜叫做Metal Appendix 所以他是有被附膜覆盖的 所以他的痛觉就会跟着交感走 如果是没有被附膜覆盖 也就是在Pelvic Pain Line以下 他的痛觉呢 就会跟着附交感 但我们在这里呢 这个蓝尾的痛觉会跟着交感走 第二步呢 接下来呢 你要去分析 蓝尾的交感神经来自哪里 所以 第1个你要先知道这样子 第2个再来去找他的交感神经支配 所以我说这个题目呢 对各位来讲会比较困难一点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蓝尾 蓝尾呢 的胚胎发育 各位还记得我们在讲 这个脏器的胚胎发育的时候 有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嘛 我们说我们的这个脏器的 胚胎来源来自 所谓的Fall God Mid God 跟High God 好 蓝尾呢 他的胚胎发育呢 是来自Mid God 来自Mid God 各位还记得Mid God 跟High God 的界线呢 是在我们的恒截场的一半 或者是恒截场跟降截场交界的地方 那蓝尾呢 是还没有到恒截场的一半嘛 恒截场的一半以后 才是 这一个High God 所以 蓝尾是还没有到恒截场的一半 所以他是属于Mid God 中场发育而来的器官 那中场发育而来的器官呢 他的交感的支配呢 是来自T8到T12 也就是 Laser Sprintingner 所以这个题的 答案呢 就是 Laser Sprintingner 所以这一题呢 你要结合这两个概念 你才有办法作答 那各位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个讲义 这个讲义的下面呢 有另外一个 他的这一个 内脏的反射 如果不是痛觉 是反射作用的话 是全部都跟着腹胶赶走 这个你要顺便注意一下 也许下一次他就考你反射作用也不一定 那 这种脏器的感觉呢 在前几年呢 也有考过好几题 譬如说他问你那个胃的饱足感啊 什么胃痛啊 还有什么 什么什么什么 那个 尿道结石的疼痛等等 所以这个 这个部分 各位要 注意一下 这个骨盆疼痛线的 这个概念要注意 再来他下 他问你呢 下列何者不参与形成 Easquianophoresa的边界 所谓的Easquianophoresa呢 我们从 这个角度来看 这个是我们的汇音部的地方 汇音部的边界呢 汇音部的边界呢 前面是pubus 两侧呢是 这一个Easquian 是这个Easquian 这一个 Pubic Pubic arch 然后呢 这里呢 是我们的Easquian tuberosity 也就是坐骨出容 然后后面这里呢 是 这个Sacrotuberous ligament 那所谓的Easquianophoresa 就位在 肛门 位在肛门 跟这一个 Easquian tuberosity 或者是 Sacrotuberous ligament 之间的这一个 凹陷 之间的这个凹陷呢 叫做 Easquianophoresa 如果你把它转正 从侧面来看 Easquianophoresa 就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它会往前 会有一个 recess 会进到这一片 Perineal membrane的上面 这一片 Perineal membrane的 上面这个地方 上面这个地方呢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 Perineum的 Deep pouch Deep pouch 好 那我们现在先不管这里 它现在是问你这个 Easquianophoresa的边界 哪一个没有 来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讲义上面呢 其实我们都有把 这一个边界 告诉你了 那其中呢 你可以看到 Easquian tuberosity Easquian tuberosity 跟 囤大肌呢 是构成 Easquian tuberosity 跟囤大肌在后面这里 构成它的后面 然后呢 Sacrotuber Sacrotuberous ligament 这个Sacrotuberous ligament 基本上也构成它的后面 就只有obturator external 没有构成它的边界 obturator external 是在这个地方 这边有一个obturator foramen foramen呢 里面有贴一条肌肉 就是这一条 叫做obturator internus 那obturator externus呢 贴在它的外面 所以 这一条肌肉呢 跟Easquianophoresa的边界 没有关系 所以答案呢 是A 再来 考你骨盆的这一条 最重要的动脉 叫做internal pudendal artery 到 到这一个perineum去的这一条动脉 下列叙述何者最不恰当 这条动脉在哪里呢 在这里 这条动脉其实是我们的 internal ileus artery 也就是这一条 internal ileus artery呢 分成 anterior division跟posterior division anterior division呢 发出很多条动脉之后呢 再来 它就会发出 middle rectal在这里 到直肠的中断 然后呢 最后呢延续形成 internal pudendal artery 所以 internal pudendal artery是 这一个 internal ileus artery的分支 正确 好 那internal ileus artery 藉由 坐骨大孔 离开骨盆腔 internal internal pudendal internal pudendal artery 在这里 经由 这个sacrotuberous ligament的上面 这个就是 greater sciatic foramen 离开 这个没有错 离开整个骨盆腔 要进到 这一个 会音部去 所以这个是没有错的 好 然后呢 再经过 laser sciatic foramen 进入 刚才这个 iskyo inner fosa 才能进到骨盆腔 这个也是正确的 第1个选项呢 middle rectal artery 我们刚才看 这个middle rectal artery 它其实 还是我们的 internal ileus artery anterior division 的分支 并不是 internal pudendal artery 的分支 所以第1是错的 他问你呢 关于苏精管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他说呢 苏精管会跨过 external ileus artery 跟van 然后进入骨盆腔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个苏精管 苏精管呢 从这个睪丸 这边呢 从这个睪丸这边延伸出来之后呢 他要进到腹腔之前呢 我们说呢 他会经过我们的 这个 他会形成我们的这个 spermetic core 的其中一部分嘛 然后走在我们的 internal canal里面 走在internal canal里面 然后从 Deep inguinal ring呢 就进到 骨盆腔里面来了 进到骨盆腔里面来 进到骨盆腔里面来以后 你看他就跨过这一条 External ileus artery 跟van 所以他会跨过他进入骨盆腔 这是正确的 再来呢 他还会继续往中间走 再跨过苏尿管 这一条是苏尿管 所以他说呢 通过骨盆腔的时候 穿过苏尿管的下方 这是错的 会跨过苏尿管的上面 才是正确的 再来 苏经管的ampura 来看这个地方 ampura在这里 也就是这个地方 就他膨大的地方 是苏经管呢 准备跟这一个 Seminovisco的管道 汇合形成 射经管之前的这个膨大 所以他不是为在苏经管跟副导管交接处 所以 D也是错的 那有没有被腹膜覆盖 其实是有的 其实是有的 所以呢 答案呢 是A 答案是A 好 再来这一题呢 怀关节 由下链 三块骨头 共同形成的 这一题其实也很简单啦 我们来看这个图 怀关节呢 脚踝嘛 是由 Tibia Tibia下面有一个凹陷 刚好坐在 这个Talus 的上方 然后他的 Tibia的内侧 这个凸起呢 各位自己摸自己的脚 这个凸起就位在 Talus的内侧 然后呢 各位脚的外面 有一个凸起呢 其实是我们 Fibula的这个凸起 就位在这个Talus的外侧 所以呢 这样子三块骨头呢 共同形成我们的 Ankle Joint 也就是 Tibia Fibula 跟我们的Talus 所以答案呢 是C 再来 上肢的这个骨头呢 其实也是简单 他问你呢 Tumorous Capturum 哪一个 下列哪一个过照会跟这个Capturum 形成 接触形成关节 来我们看一下 其实这个题目的重点只有在 你要知道Capturum 是在哪里 我们在讲这一个 上肢的这个骨头的时候呢 要你记的一些构造 其中 这一个 Capturum 位在我们的 Humorous的最下面的 外侧 内侧这里呢 有另外一个凸起叫做Traclea 所以呢 这一个 Capturum 就位在Lateroepicondio的稍微 内面一点 然后它下面就是接 Radius的head 接Radius的head 所以答案呢是 这个V 他不是接 像这个选项 Alna的head在哪里呢 Alna的head反而是在整根Alna 的下面 不是在Alna的上面 Radius的head是在Radius的最上面 而不是在最下面 所以这个注意一下 其实这个题目 你最不应该选的是D 因为D是形成肩关节的地方 如果你会选D呢 应该只有一个原因 就是你搞不清楚这个 构造是什么 你会搞不清楚这个构造位在哪里 你可能把它想成位在 Humorous的最上面 你才会去选D这个选项 再来 这个题目也是简单 Posterior interosis nerve 是哪一条神经的分支 来我们在讲义上面的写得很清楚 这一个Radial nerve 穿过 Supinator之后 就会变成 Posterior interosis nerve 支配 我们前臂后方的所有的肌肉 所以它是Radial nerve的分支 好 那你要注意的就是哦 那Anterior interosis nerve呢 有一条Anterior interosis nerve呢 是Median nerve的分支哦 Median nerve 在我们的 这一个Forearm里面 最大的那一条分支 叫做Anterior interosis nerve 所以从这个题目衍生出来 要各位注意的啦 再来 竹背 大脚趾跟 大脚趾的外侧 跟第2脚趾内侧间的皮肤 感觉 好 是谁 谁来负责的 我们看一下 大脚趾在这里 大脚趾的外侧跟第2脚趾之间 这是一小处的地方呢 是 Common Fibular nerve的Deep Branch 我们在讲义里面有写哦 Deep Fibular nerve 好 它有负责第1跟第2脚趾之间的 竹背的皮肤的感觉 对 所以这个题目呢基本上没有难度 你只要 有念讲义就会了 再来 这个好久没有考背部的这个 Suboccipital Triangle了 上次考Suboccipital Triangle 应该是好几年前 那这个其实也不难啦 因为我们在讲义里面也都写得非常清楚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的Suboccipital Triangle在哪里呢 在这个地方 他说呢 上外侧的边界 上外侧就是这里 的边界应该是 Superior Oblig 应该是这一个 上内侧的边界呢 在这里 应该是这个 Rectus Capitis Postilium Major 所以这两个呢 刚好颠倒 再来呢 Greater Acipital Nerve 在这里 从Inferior Oblig下面钻出来 从此 从这个Suboccipital Triangle的下面 穿出来 这正确 所以C是正确的 好 第一呢 Occcipital Artery在这里 Occcipital Artery没有位在Triangle里面 位在Triangle里面的那一条动脉 叫做Vertebral Artery 叫做Vertebral Artery 好 那这个Triangle你要特别注意哦 除了他除了考你这个边界 边界是由哪些肌肉构成的 还有呢Triangle里面呢 有一条神经一条血管 除了考你这个之外 之前有考过 这一个 这几条肌肉 的起始点 比如说 刚才我们讲的这一条 Rectus Capitis Posterior Major 是从C2的 这个Spinus Process 发出来到 Occcipital Bone 可是 Minor是从C1 类似像这样子 然后那个Inferior Obligum 是从C2到C1 然后呢 Superior Obligum 是从C1的外侧 这个地方呢 到 枕骨 所以这个你也要稍微注意一下 再来 为进行宽关节手术 结扎了大腿上部所有形成 Cruciate Anastomosis 的动脉 下列合者最不受影响 也就是下列合者没有形成 Cruciate Anastomosis 的意思 来我们来看一下十字吻合 讲义里面呢 其实 有告诉你 是哪几条 那我们 用图来看 其实它就是我们的 Medial Circumflex Femoral Artery Lateral Circumflex Femoral Artery 两侧过来 加上呢 这一个 第一条 Perferating Artery 往上的这一条分支 那有时候呢 会有 Inferior Gluteal Artery 往下的 往下的分支 形成 Cruciate Anastomosis 就是没有来自 Superior Gluteal Artery 所以答案呢 是C C不会受到影响 好 再来这一题 其实是 基本的送分题 这一题呢应该 这一题应该是 放在胚胎的题目里面 也就是我刚才讲的 你即便你胚胎学都没有念 你只要有基本的大体解剖学的概念 你就能作答了 他问你呢 来自第二队 Farangio Artery的肌肉 是由 Facial Neur来支配的 这个我们已经都朗朗上口 其实根本不需要去念 这一个讲义的这个内容 我 我现在把这一个 讲义的这个 内容再提出来 主要是要告诉你 今天呢 他考的是最简单的 哪一个 Farangio Artery 里面有哪一对脑神经 支配什么肌肉 这是最简单的考法 那 往年呢 往年这个 Farangio Artery 发育而来的 构造 有很多种考法 他有可能考你 哪一些骨架的衍生物 是来自哪一对 Farangio Artery 像以前就考过呢 海鸥一泵 海鸥一泵呢 他的body 他的body呢 是来自第几对 Farangio Artery 他的great home laser home 来自哪一对 Farangio Artery 再来呢 Farangio pouch 每一对的Farangio pouch 各衍生出未来的什么构造 特别是这个 腹甲撞线呢 已经考过 大概有两次 这个你真的要特别注意 所以这个表格呢 如果你还需要再考一次的话 这个表格你真的要把它背熟 你真的要把它背熟 除了 这一题以外呢 下面这一题 你看喔 他问你下列何者的收缩 是由第七对脑神经来支配 答案呢是C Step Deus 就在刚才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 邓骨肌 第七对脑神经 所以这个表呢 就出了这两题 就出了这两题 那 A跟B呢 A跟B 都是咀嚼肌嘛 对不对 那咀嚼肌我们刚才看到 咀嚼肌是 那个 Trigeminolone支配的嘛 那这一条呢 Tensor tympanic muscle 其实他也是 咀嚼肌 他也是 Trigeminolone支配的 Tensor tympanic 张骨膜肌 张骨膜肌 还有一条呢叫做张二凡肌 叫做Tensor velipelatini 也就是说 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头部 有两条Tensor muscle 其实他都是 Trigeminolone支配的 相机比较简单啦 再来这一题 下列关于12指肠发育的叙述 何者是最适当 这一题是胚胎的考题 这一题是胚胎 那你来看看 如果你都没有念胚胎 看看这一题 我们要怎么解这一题 来 他说呢 A这个选项呢 由前肠跟后肠共同发育而来 那我们在讲义上面 我们在讲 这一个 前肠中肠后肠 各发育成什么器官的时候 有特别强调 这个12指肠 是来自Forgot跟Migot 都有 那既然来自Forgot跟Migot都有呢 所以他的血液供应会有来自 供应Forgot的这一条 Sea Trunk 刚才我们有提到过 跟来自Migot的这一条 Superior Macentary Artery 都会来支配12指肠 所以刚才我们不是有那个 Superior Pancreatico Duodino 来自 Sea Trunk Inferior Pancreatico Duodino 来自Superior Macentary Artery 对不对 所以你来看 A 由前肠跟后肠 这个就错了嘛 前肠跟中肠 然后血液供应是 Sea Trunk跟Superior Macentary Artery 所以B也错 所以如果你都没有念胚胎 你只要把大体 我上课的部分 念好 其实A跟B 你就可以 知道是错的 你顶多就是C跟D去 选一个而已 好 那 为了旋转 让十二指肠旋转到右侧 并且大部分贴在后腹B 没有错 大部分是在后腹B 再来 这一题 这一题其实也是好几年没有考了 今年又再考一次 但是也算简单 靠近Therion的 地方受到撞击 数小时后发生 硬脑膜外的血种 最可能是下列哪一条 血管破裂 硬脑膜外面的出血 对不对 它其实是 Middle Manage Artery 走在 这一个头骨 也就是这个 Therion 这个头骨 大概就在我们太阳穴这个地方的 头骨内面跟Dura之间 这一条血管 Middle Manage Artery破裂 那你要注意 你不能只记这个 你要记说 如果是 这个静脉 破裂会造成 另外一种出血 Subdura 那如果是这个 动脉出血 在蜘蛛膜下腔里面的动脉 破裂 那这个呢就是 动脉 通常就是因为那个动脉瘤 所造成的出血 是在蜘蛛膜下腔里面出血 所以这三种呢 出血 不同的出血 大概位置 还有原因 还有它到底是动脉还是静脉 你要把它搞清楚 再来 这个开始 这个部分就是组织血的部分 组织血 我们来看一下组织血考什么 他说关于软骨的叙述何者正确 他说软骨的 软骨组织的附加生长是直接由软骨细胞分裂并分泌基质 软骨的组织的这一个生长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呢叫做 Appositional growth Appositional growth 是从软骨的外面 添加进来 那他这边所讲的呢 直接由软骨细胞分裂 所形成的 这一个 这个生长呢 这个叫做 Interstitial growth 并不是Appositional growth 所以A是错的 再来 透明软骨的matrix 主要是第2型的 Collagen Fibre 不是第1型 第1型的 Type 1的Collagen 他会形成 最初的Collagen Fibre 可是呢 这个透明软骨里面的 Type 2 Collagen 他只会形成 Collagen Fibre Fibre 跟Fibre是比较细 Fibre跟Fibre结合起来 才会变成Fibre 比较粗的 所以这个要特别注意一下 是Fibre 再来软骨组织 是一个没有血管的 这一个 构造 没有血管 这是正确的 养分都是 必须靠那个 扩散作用 Diffuse 那软骨组织的再生 其实没有那么 旺盛 再来 下列有关神经组织里面的 Satellite Cell 何者正确 那这个 Satellite Cell 在以往的组织学 很少考 我的印象里面 这10年来 应该没有考过 他 这一次考出来 其实我们在我们的讲义里面 讲到 这个组织学的四大组织 神经组织的时候 其实我们有提到他 我们有提到 在PNS里面 PNS里面 负责制造 迈琳蓄石的 是Shiwan Cell 对不对 然后 有一些细胞叫Satellite Cell 它是贴在神经元细胞本体的外面 把神经元细胞本体的外面 没有被迈琳蓄石包钱的地方 把它贴好 贴好贴满 这一些细胞 叫做Satellite Cell 所以你看 他说 A这个选项说围绕中枢神经系统 就错了嘛 应该是周边神经系统 而且 它是一个比较偏圆形的 不是柱状的细胞 在HE染色以下 这些细胞基本上都是单核的细胞 所以 只有 不负责形成Milin 这个是正确的 其实 说实在的 就算你不知道 它到底是什么 你光看到选项低 你也应该要选它 因为 形成Milin 迈琳蓄石的 不是Shiwan Cell 还有就是Oligodendrocyte嘛 不可能是Satellite Cell 再来 这个就是 也是一个基本题 下列有关使用 符马铃来固定 生物组织的叙述 何者错误 第一个就错了 符马铃可以跟脂质 充分利用保存细胞膜的完整 基本上符马铃是一种有机的 溶剂 那有机的溶剂呢 跟脂 它基本上是会把脂质溶掉 它不会保 不会保留细胞膜的完整性 那它可以让细胞质变性 所以才能够固定 然后再来也可以防止细胞 Autolysis 然后SARS 细菌 增菌等等 BCD这个选项都是对的 再来考肺脏的这个Numoside 这个在几年前的也有考过 也有考过Type1跟Type2的Numoside 你要去做比较 那它现在考你的是Type2 Type2 是这一种 比较圆球状的细胞 Type1是比较扁平的这种细胞 那 其实以细胞的数量来讲 以细胞的数量来讲 是Type2比Type1多 因为 Type1只占了40% Type2其实是占了60% 可是 因为Type1 它是一种比较扁平的细胞 所以呢 它能够覆盖的这一个肺泡的表面积 占了95% 细胞数量少 但是覆盖的面积占绝大部分 95% 所以你看它选项A说 在肺泡细胞里面占 其实是60% 覆盖大概5%的肺泡表面 Type2 然后呢 形成 Blood air 或Air blood barrier的呢 其实是Type1 其实是Type1 但是 而且 它也不是跟macrophage形成 barrier 而是跟 血管外面的 这个Besol lamina 还有它自己的Besol lamina 形成 Blood air barrier 只有这一个 C是正确的 它会分泌suffectin suffectin 这个地方 那很薄的扁平细胞 这是指Type1 不是Type2 所以这个题目呢算是 中规中矩 然后 基本上它也是考古题 下列合者最不可能出现在胆囊的固有层 这个题目呢可能对大家来讲会比较陌生一点 因为我一般 比较不会去讲到这么细的一个构造 我们看一下 但我们的讲义上面其实是有的 固有层里面呢 有血管 但没有淋巴管 有没有 有血管A跟B 但是没有淋巴管 而且这个 这个胆囊 各位要注意 胆囊 不管是组织学 还是这一个大体解剖学 都很喜欢考 那之前大体解剖学经常考的就是 胆囊有没有 胆囊是没有 Summucosa 也没有 Muscularis Mucosa 有一年还考了这个东西 考了这个胆囊里面有一个Sinus 这一个 所以这个 胆囊的这个讲义的这一个部分呢可能还是要 各位要把它熟记 而且 还有一年是考这个胆囊的 细胞 Simploclumna 所以很喜欢考胆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好 再来下列合者的细胞里面含有大量的脂肪小D 且可以分泌 Glucocoticoid 其实这个题目 这个题目是在考 Adrenal gland 里面的 Adrenal cortex 比较外面的Adrenal cortex 往年 往年呢 都是在考Adrenal medalla 里面的这个Chromathin cell Chromathin cell 今年呢 考 Cortex 而且 这个Cortex的这三层在 前几年的组织学基本上 没有考过 今年考出来 那我们的讲义上面有告诉各位 这 Cortex的三层由外往内是 Zona Gromorusa 球状 再来呢 是 带状 像树状带状 再来最里面那一层是网状 那他各分泌哪一些 这一个激素 那现在考的是Glucocoticoid 所以是 Zona fasticulata Zona fasticulata 所以 这个部分呢 就是你其实有被 基本上就不会太困难 没有特别的技巧 应该这么说 好 这一题呢 这一题是胚胎考出来的 但是呢 一样 我们用 我们在讲大脑的发育的 在大体解剖学里面讲大脑发育过程里面就可以用很简单的概念来了解 大脑倒水管 衍生至哪一个脑泡 所谓的Brain physical 是在我们大脑发育的过程当中 在三周的时候呢 会有Primary的Brain physical 三个 然后到六周以后呢 这三个Brain physical 变成五个 然后再继续发育呢 他就会发育成成体的脑 然后脑 之间呢会有空腔 那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空腔呢是 大脑倒水管 大脑倒水管位在哪里呢 位在连接第3脑室跟第4脑室之间 那他的大体解剖位置呢 大脑倒水管的解剖位置呢 在他背面 在他背面的叫做 Tecton 是叠体 在他副侧面的呢 叫做大脑角 也就是呢 这个构造呢 整个构造其实是属于我们中脑的部分 其实是属于中脑的部分 所以 他是从 哪一个脑炮发育来的呢 是从 这个中脑 未来要发育成中脑的这个脑炮 发育过来的 所以 也不会太困难 下列哪一种细胞具有 Mucinogen Granium 这一体对各位来讲可能稍微难一点点 我们来看一下呢 什么叫做Mucinogen Granium 我们在讲义里面上课过程里面有提到 分泌 的细胞 分泌的细胞分成两种 一种是分泌蛋白质 一种是分泌粘液的 分泌蛋白质的细胞呢 我们把它叫做Celous cell 分泌粘液的细胞叫做Mucous cell 它呢 分泌这些 Mucous cell分泌的 这一个粘蛋白Mucin Mucin会聚集在一种 颗粒里面叫做Mucigingranium 或是 这个Mucigingranium 就是这边所写的Mucinogen 一样 如果是分泌蛋白质的呢 这些蛋白质就会包在一个 小泡里面 一个 一个 颗粒里面 Visco里面 好 这一些呢 分泌蛋白质的 这些 非常旺盛分泌蛋白质的 这一种Celous cell呢 特别是在我们的 胰胀的外分泌部 也就是他这边所写的 胰胀外分泌部里面的 Azine cell 因为它会形成Azine 所以这些Cel呢 我们叫做Azine cell 所以这些 胰胀里面的Azine cell 其实是分泌蛋白质的 好 再来呢 还有一部分的唾液腺里面呢 也有分泌蛋白质的细胞 其实就是选项C 这个 耳下线 里面有Azine cell 这里哦各位要注意哦 我们的三大唾液腺 除了这个 Pylarotic Glam以外 还有 Submandibular Glam 跟Sublingua Glam 这 后面这两种 Glam呢 基本上它 里面的 这一个分泌细胞 是混合型的 就是 同时具有 Celous cell 跟Mucous cell 但是它现在考你的呢 是 Pylarotic Glam Pylarotic Glam里面的分泌细胞呢 它没有Mucous cell 所以它不会分泌 Mucinogen 它只会分泌蛋白质的这一种 所以你看 它也叫做Azine cell Azine cell 好 Mucin的 所以只剩下答案A 是分泌Mucous的 好 所以这个 这个即便 Azine cell 这个选项呢 我们没有念到 但是 要凭着 这一个 我们讲的这一个 分泌细胞的特性来判断 那当然了 对各位来讲 会有一点点难度 再来 他问你下列四者里面 何者的淋巴回流途径 跟其他三者不同 好 这里呢提到了 B跟D 这两个构造 我们要先看这两个构造位在哪里呢 位在我们的 这一片 叫做perineal membrane的下方 下方 也就是位在我们的惠音部的superficial pouch superficial pouch 卵巢呢 位在我们的骨盆腔里面 这两个构造呢 位在superficial pouch 其实很接近外界的 那 银狼呢 银狼也是在 接近这一个惠音部 接近外界这个地方嘛 所以这个题目 坦白说这个题目呢 我也不会特别去背他的这一个淋巴回流 但是这个题目 碰到这样子的题目 我们只能够用 尝试来判断 就是用位置来判断 这个银狼 还有vestibule 还有这个grater vestibular gland 都位在比较表浅的位置 身体的比较表浅的位置 他的淋巴的回流 而且位在这一些 惠音部比较表浅的位置 他淋巴的回流基本上 会从表浅的淋巴结 回去 如果你真的要继续记的话就是所谓的 superficial inguinal lymph node superficial inguinal lymph node 软巢位在我们的骨盆腔里面 所以他的淋巴回流 合理上就会从骨盆腔里面的淋巴结回去 也就是我们的 这个internal eda atry附近的淋巴结 或者是auta附近的淋巴结 所以呢 这个题目 假设你要拆就是用这样子的角度去拆 只有他 软巢的淋巴回流跟其他三个 不一样 大概也只能这样子 再来 这一题也是胚胎的题目 可能对各位也比较陌生一点 他问你胚内体羌最早出现在下列何者 来 我们来看选项 A B C 其实都是中胚层 有没有 都是中胚层 那我们这个胚胎的发育 到 形成三个胚层之后呢 中胚层呢 会开始分成三个部分 你现在所看到的蓝色这个地方是外胚层 黄色的是内胚层 中间红色的这个是中胚层 中胚层最靠近中线的地方 这个叫做para-axial methode 也就是A这个选项 para-axial methode 最后会变成我们的体结 收卖 变成体结 然后呢 在外面一点 这个叫做中间的 intermediate methode 你可以看到呢 这个lateral plate methode 它就分成两个部分 一部分往背面 一部分往 复侧面 包住这个内胚 包在这个内胚层的外面 然后胚胎继续发育之后呢 还会经过一些lateral folding等等 最后 它会形成一个体腔 它会形成一个体腔 就是由 刚才我们所看到的lateral plate methode 等等 这两层 内外两层呢 最后 愈合起来 围住一个空腔 叫做体腔 也就是这边所写的 intraembryonic body cavity Intraembryonic Celum 这个就是体腔的意思 所以 答案呢 是选项C 是正确的 所以这一体呢 可能对各位来讲 也许 在胚胎里面 5分里面 可能是这一体 你大概拿不到分数 对各位来讲 稍微困难一点 来 这一体呢 是组织学的最后一题 他问你呢 附图里面的上皮 主要出现在下列何者 这一个题目 有 一个特色就是 我们的解剖学 解剖学呢 比较少考 看图说故事 通常都是文字叙述嘛 比较少 像这样子 给你一个图 问你图里面的构造 这比较少考 好 那 这个题目呢 你必须 要先判断 你在图里面所看到的上皮 他的样子 你要先确认他的样子 然后再去推想 长这个样子的构造有谁 所以第1个呢 你要看一下 这个上皮的样子呢 看起来是比较偏柱状 而不是扁平的 而且呢 细胞呢 基本上只有一层 只有一层 那这个细胞核呢 这个细胞核呢 是这样子 像柱状 也就是说 他是 他是这样子 他是 一个一个柱状的细胞 然后细胞核呢 是这样子 高高的 如果是 如果是扁平的细胞 如果是扁平的细胞呢 他的细胞核呢 就会是这样子 懂这个意思啦 另外有一个重点 就是在 这整个细胞的最 上面 有这个毛茸茸的东西呢 这个就是所谓的 麦克维莱 或者是Cyria 麦克维莱或者是Cyria 好 所以呢 我们就要来判断 Simple Clamina 他的细胞呢 是Simple Clamina 然后呢 还有 这一个Cyria 还有Cyria 或者是麦克维莱不知道啦 但至少他是Simple Clamina 那这个时候呢 你就要从 这几个选项里面去找到哪一个细胞是 单层柱状的 我们看一下阴道 其实答案是A 但我们看一下阴道 阴道呢 其实是 Stratified Squamers 他是多层的 而且 最 表面的那一层细胞是扁平的 所以阴道不会是 尿道呢 我们说呢整个 泌尿系统 整个泌尿系统 从这个 肾脏出来以后的 疏尿管 膀胱 尿道呢 他都是所谓的 Transitional Epicylian 其实他也是多层的 他是Transitional 所以 D也不是 所以 如果你的概念够强的话呢 其实只有 A 跟 C 可以选 其实只有A跟C 可以选 那我们的讲义里面呢 其实有帮你整理出来 这一个 Simple Claim 有鲜毛 有鲜毛 有鲜毛的是书软管 所以这个题目呢 答案是书软管 那这个 Evran Ductua Evran Ductua在哪里呢 是在从我们稿完要出来的管道 从稿完要出来的管道 Evran Ductua在出来以后呢 就会变成副稿 然后再来变成书经管 所以呢 这个Evran Ductua的样子 长得就会跟副稿 这个Epididymus 长得一样 所以他是Pseudo-stratified Columna 但是没有鲜毛的 没有鲜毛 所以你这边有看到鲜毛呢 基本上就不会是 Evran Ductua 所以这个题目对各位来讲 需要很强的基本概念 如果你 如果你没有背这个表的话 你的概念要很强 所以 坦白说啦 这个题目各位真的 如果不是靠 猜题 要真的答对这个题目的 在 今年的组织学题目里面 这一题算是稍微困难一点 接下来这一题就简单了 一样考上匹 所以你可以看到 组织学总共只有10分 总共只有10分 上匹竟然考了2分 这个比重占的蛮高的 上匹只是我们组织学里面一个小小的单元而已 他就占了5分之1 他说气管的内秤上匹是属于什么 我们回来看这个表 气管 上呼吸道 上呼吸道 绝大部分 本来都是修多 水底法 克勒纳 而且有鲜毛 他跟刚才 这一个 疏软管 差在 疏软管是单层柱状 他是修多水底法 所以 这一个 这一个 Celieti 许多水底法 Columna Epicillium 好 再来剩下的几题 我们简单的讲一下 这一题是神经解剖学考的 Basal ganglion 传出的神经纤维 经由丘脑后 一般不会直接传到哪一个地方的大脑皮质 不会到Primary的Mortal area 他会投射到 Mortal area 很多的Mortal area 但是不会直接到 Primary的Mortal area 也就是这一个 Prescentral gillus 那一边的 这一个 Primary的Mortal area 不会直接接收到Basal ganglion 投射过来的纤维 这个概念 先记一下 再来 这一题呢 就是胚胎的题目 婴儿刚 婴儿刚出生使用肺部呼吸 常会伴随一些现象的改变 下类叙述何者正确 因为要 刚开始出 刚出生要使用肺部呼吸嘛 所以要 肺部的功能要增强 所以当然肺部的血流量要上升 这个题目呢 我是用这样子判断而已 这个部分我没有念过胚胎学 但我大概就是用这样子判断 再来这一题呢 高位的胸椎脊髓 损伤病患 在受伤初期 肺活量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 好 其实他的重点在哪里呢 他的重点在 高位胸椎 当然这一题考的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的这一个 肺活量嘛 大幅下降就是我们的呼吸 控制我们呼吸的这一个 肌肉 他的神经支配 他的神经支配呢 来自高位胸椎的这个地方受到损伤了 所以呢 他的这个肺活量会大幅下降 好 以下这几群肌肉 他的神经支配 哪一个的神经支配会来自高位的胸椎 就这样子 好 譬如说 Diaphragm Diaphragm就是我们的 Franegner支配的嘛 对不对 Franegner是来自 C1到C4 跟胸椎没有关系 跟胸椎没有关系 肋肩肌呢 这个有 肋肩肌 因为肋肌 还蛮多的嘛 所以他有来自 高位胸椎的 比如说T1 T4 T3 这一些 颈部的肌肉呢 颈部这边的肌肉 基本上也是由 要嘛是由脑神经来支配 要嘛是由这一个Cervical Plexus 颈椎的部分 那腹部的肌肉呢 腹部的肌肉也有可能参与这个呼吸嘛 但腹部的肌肉呢 基本上是来自比较低位的 胸部的 这一个脊髓所发出来的神经来支配 我们腹部的这一个 譬如说腹外邪腹内邪腹 所以也不会是高位的胸椎 所以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B 好 这个就是呢 我们今年 第一次 解剖学的 考题 我们每一题呢 来跟各位做一个详细的这个解析 那当然还是 不管你又没有来听这个解析 我们还是祝福各位呢 就是 其实 结果应该自己都知道了 祝福各位 都能够顺利的通过 那真的如果真的很不幸 没有通过的话 我们就是再努力 再努力 还有几个月的时间嘛 那如果可以来上课的话 就来上课 如果没有办法来上课 把我们的讲义好好的念一念 其实你真的 国考的解剖学呢 其实 东西呢 不会超出我们的讲义 跟上课的内容 范围太多 好 那我们今天就 讲解到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 这个问题 拜拜 我